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当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父女俩相依为命住在森林里的电影《夜落无痕》 女孩小汤和父亲生活在一座大森林里 她们有帐篷,有各种生活用品 她们将木棍削成羽毛状 然后用打火美棒点燃甘草生火 把鸡蛋煮熟,撒点盐直接就吃 吃完还将蛋壳捏碎,当肥料给种植的小蔬菜施肥 父亲将一件雨衣展开来 收集树上滴落的水,用杯子接了直接喝 晚上两人睡在帐篷里,外面有狼在嚎叫 但习以为常的两人钻进睡袋,安然睡去 下雨了,他们就扯一面擅步挡雨 女儿小汤去采了蘑菇 但因下雨,草变的潮湿点不着 小汤很饿,只好打开所剩不多的燃气来烤蘑菇吃 蘑菇烤好,两人吃得很香甜 突然父亲听到有机器的声音 是林业部门的人在附近施工 于是父亲带着小汤开始训练 如何不被人发现,父亲是一名退伍老兵 对野外生存和隐蔽埋伏很在行 晚上睡觉时,父亲的梦中又出现了直升机的轰鸣声 他猛然惊醒,感觉痛苦不堪 他患有战争创伤后遗症 无法融入社会,恐惧与他人接触 所以妻子离开了他 他带着女儿来到大森林里生活 已经将近十年了 转天,父亲带小汤去市区 他要采购食物 因为小汤正在长身体,食欲旺盛 两人一路走出大森林 来到车流滚滚的公路上 坐上空中电车,来到波特兰市中心 他们来到退伍军人服务中心 父亲拿完药,就带女儿前往超市 在超市里,小汤快乐地挑选着喜欢的食物 然后两人背着包,沿原路返回 他们先来到一处老兵营地 父亲把刚拿来的治疗焦虑症 和创伤后应急障碍的药物 卖给了一位退伍老兵 然后妇女俩穿林海钻树洞 回到营地后,将买来的物品分门归类 某天小汤正坐在树下 看一本海洋生物的书 突然看到有个人站在下面 是个来森林里锻炼的人 他忙趴在地上 那个人大声呼喊 见没有回应,就跑走了 小汤没将这事告诉父亲 结果正在跟父亲下棋的时候 突然听见狗叫声 父亲说,有人来抓我们了 父女俩慌忙逃离 往深山里面一路躲藏 警察带着警犬找到营地,四处搜索 警察让警犬绣了父女俩的物品 然后放狗上山 警犬直冲出去 最后冲着一层灌木,狂吠不止 然后父亲就被抓住了 父亲大声喊小汤出来 小汤战战兢兢的 从灌木丛里坐起身来 父亲说,别害怕 我们没做错什么 看着父亲被带走 小汤焦急大喊 一位社会救助人员 让他别急 他问小汤 父亲平时是否酗酒 吸毒或暴力 小汤摇头 又问父亲是否藏里了什么东西 小汤打开地下埋着的塑料桶 里面有各种工具 小汤将里面的身份资料 等证件拿了出来 救助人员说 这里是森林公园 他们不能住在这里 小汤望了一眼 生活了许久的地方 跟随救助人员离开 坐车来到救助站后 他们让小汤洗了个澡 但没有安排父女俩见面 他在救助站 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 转天救助人员 让他回答一些问题 还给他做各种测试 以鉴定他的精神和智力 是否有问题 女救助员说 你没上过学 谁教你识的字 小汤说是父亲 女救助员很惊讶 说你比同龄的孩子 掌握的知识还要多 但是社交技能 必须在学校里才能掌握 女救助员说 无家可归不是罪过 但你不能住在森林公园里 住在公共土地上是违法的 与此同时 父亲也接受着 电脑里的打击测试 救助人员又询问了 他各种问题 最后根据父亲 患有战争创伤后遗症 惧怕与人接触的情况 给他和女儿 安排了一个偏僻的住处 父亲不得不同意 父女俩这才相见 小汤跑过去 紧紧拥抱了父亲 救助中心的车 将两人拉到一处林场 住进了林场主 提供的一座木屋里 林场主说 很高兴 我能为你们出一份力 之后救助人员离开 约定一周后再见 小汤说 还是我们两个人时 比较自在 他们从冰箱里 拿出为他们准备好的 一份炖菜 吃罢饭 坐在干净舒服的床上 两人都感觉很别扭 于是两人就跑到户外睡觉 望着星空 感觉睡得很踏实 转天 林场主给父亲 介绍了一份工作 就是去自己的林场帮忙 他们将一颗颗的圣诞树 捆绑好 装车运走 工人们教他如何修剪 顶部枝丫 一周后 女救助员 给小汤送来一辆自行车 和其他生活用品 还给小汤带来 注册入学的资料 父亲嵌字后 小汤就可以上学了 父亲开始教女儿 骑自行车 之后 他们还被安排到教会听讲 牧师让大家互相认识 互相帮助 某天女儿在路上 捡到一只兔子 还跟兔子的主人相识 并攀谈起来 对方推荐他去一个 与动物接触的俱乐部 他前往俱乐部 看到很多孩子 在学习如何接触兔子 小汤饶有兴趣的学习着 而父亲每天在林场工作 由直升机来运送圣诞树 父亲听见直升机的声音 痛苦的蹲下身 感觉就像回到了战场一般 于是父亲很痛苦 很焦躁 终于一天早晨 他叫醒小汤 让他收拾东西 然后两人悄悄离开 他们沿着公路一路返回 几天后 回到原来的大森林里 找到了自己的营地 发现那里已经空空如也 之后 他们看到林业人员 正用挖掘机 拆毁其他老兵的营地 此地不宜久留 于是父亲带小汤来到汽车站 登上一辆大巴车 他们坐车一路行驶 中途汽车停在一处服务区 父亲决定不带上车 他去跟车站的一名卡车司机商量 想搭他的车 司机对小汤询问了一番 确定小汤不是被胁迫的 然后他拉上妇女俩 一路开进大山 最终他们在一处 近山小路的路口下车 父亲带着小汤 一路往森林深处走去 天气寒冷 两人都换上了棉服 他们在茫茫临海里穿梭 又冷又饿的小汤 靴子破了 父亲脱下他的靴子 将他冰冷的脚 放在自己肚子上取暖 然后给他换上棉袜 裹上塑料袋 天黑了下来 雷声震震 冷雨纷纷而落 小汤实在走不动了 他求父亲歇一会儿 父亲只好将一些树叶 塞进小汤身体里保暖 又砍了许多树枝 在一棵倒掉的大树上 搭了个窝棚 然后和小汤钻进去睡觉 小汤害怕 他们会在梦中冻死 父亲安慰他说 不会的 转天早晨 从窝棚里钻出来 父亲采了些野草 两人就仰头 挤草里的水来喝 之后 他们幸运的发现一座林中小屋 那是供狩猎的人 临时使用的 父亲立刻开始生火 父女俩挤在火炉前烤火 总算让身体温暖过来 但屋内只有三个罐头 小汤狼吞虎咽的吃着 说很好吃 转天父亲 必须去附近镇子上购买食物 他们写了份清单 有面条 豆子 牛肉干 巧克力等等 父亲让小汤在木屋里等待 说自己晚上就能回来 但直到天黑 父亲也不见踪影 小汤点燃蜡烛 焦急等待 但父亲一直未回转 他在惶恐不安中 过了一夜 转天 他就出去寻找父亲 他沿着原路出山 幸运的看到了父亲 父亲已经衰晕在小溪边 他忙跑出去喊人 在一条小路上 拦截了两名游客 游客们将父亲抬出来 放到车上 一路送往附近一处营地 众人将父亲 抬进一间屋子里 女主人打电话 喊来医生 医生曾是一名军医 经过他一番救治 父亲终于醒来 他的一只脚 严重扭伤 他给父亲用夹板 固定了伤口 而女主人询问小汤得知 这父女俩属于无家可归 想在森林里隐居的人 这是一个森林营地 住这里的都是一些流浪者 或者不喜欢嘈杂人群的人 女主人将一辆房车 让给父女俩居住 父亲对女主人表示感谢 小汤很喜欢这个新住处 医生还将自己的狗 借给小汤使用 说可以帮他父亲很多忙 小汤到处溜达 看到一个养蜂人 养蜂人热情的给他观看蜜蜂 他不用穿防护服 说他已经得到了 这些蜜蜂的信任 人们没事就聚在一起 弹琴唱歌 品尝美食 小汤很喜欢这里的氛围 他感觉这一切很美好 于是他将自己的钱 都给了女主人 说他和父亲想住在这里 女主人说 你们可以免费住在这里 但水和燃气需要付钱 最后他只抽出一张钱 当做押金 他让小汤帮自己 抱着装食物的袋子 进山挂在一棵大树上 说山里住着一个 和他父亲一样的人 恐惧人群 常年住在深山里 他经常来给他送食物 对方总是悄悄地 把食物拿走 之后父亲的脚伤好了 小汤带父亲去看蜜蜂 他已经得到了蜜蜂的信任 能光手捧起蜜蜂 他很喜欢这种 彼此间的信任和接触 每到傍晚 这个营地祥和宁静 说不出的温馨美好 但某天 父亲又收拾东西要离开 群居生活 让他很痛苦 他说我们必须离开 小汤说 是你想离开 我不想 是你出了问题 但我没问题 发了一番牢骚后 他还是收拾东西 跟父亲离开 他跟在父亲身后 一路作思又想 最终他停下来 对父亲说 我知道你没办法留下来 否则你会被逼得自杀 他紧紧拥抱了父亲 然后慢慢后退 望着辛苦 将自己拉扯大的父亲 眼中喊泪 嘴唇颤抖 但他已知道 自己想要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 最终他转身离去 父亲已是泪流满面 他知道女儿 跟着自己不是长久之机 女儿需要人群的温暖 而他必须离开 否则早晚有一天 他会和自己的几名战友一样 选择自杀 他不想让女儿 看到自己冰冷的尸体 最终他转身离去 钻进了茫茫的林海 之后小汤代替了女主人 定期来给森林里的人送食物 感觉那食物 是被父亲拿走了一样 全剧中 落井下石 人类做到了 杀人诛心 战争做到了 人性被战争 活生生扭曲 生命被炮火 硬生生撕碎 父亲能为女儿流血 但绝不会在女儿面前流泪 在女儿的眼泪背后 是父亲宽厚的肩膀 在女儿的幸福面前 一切都必须排队 世外桃源随美 但人类总是向往车水马龙 不是汽车尾气好闻 而是乡野太过冷清 不是家乡做不了梦 而是梦想都在高楼大厦中 不是钢筋水泥自由 而是自由被困在人山人海中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孤嘴白 下次见 有猴